你听 不管它是什么 我想它不希望我们来这里 我们最好离开 快 这边 快点 深海幽灵又袭击了 我来帮你 我来帮你 它缠住我了 这边 我们刚才 是被幽灵戳了一下吗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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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上就到了 呃 呃 这边 救命 你说什么 你刚才是在叫救命吗 救幽灵 很抱歉打扰你们 我真的不是幽灵 我是只长臂乌贼 什么 一只长臂乌贼 我可是见过乌贼的 他们长得可不像你这么吓人 但是乌贼有很多不同品种 大王乌贼 吸血乌贼 还有我这种长臂乌贼 明白了吗 所以刚才撞飞我的就是你的肘关节 哦 是的 我 呃 非常抱歉 我的肘关节就是长这样的 要知道我们长臂乌贼是乌贼中唯一拥有肘关节的 但是恐怕我的问题不是这些肘关节 你的触手缠在一起了 是的 这就是我为什么想方设法引你们进来 那你为什么不直接向我们求救呢 呃 我们长臂乌贼是非常非常害羞的 如果刚才吓到了你们 我非常抱歉 吓到我们 哈哈哈 一只乌贼怎么可能吓到我呢 哦 如果不太麻烦的话 你们能帮我解开触手吗 哦 这一点也不麻烦 海底小动队 让我们来解开他的触手 准备好了吗 皮医生 准备好了 我好了 嗯 你的伤口需要包扎一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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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好多了 谢谢你皮医生 举手之劳 你可要注意你的肘关节啊 我会的 再见 好的 哦 哦 哦 啊 朋友们 你们找到 等一下 你落下了你的医药箱 啊 啊 啊 幽灵 啊 噓噓噓鬼 哎 这些乌贼 队长 你能走快点吗 花季 这艘船沉没在那儿已经这么多年了 过几分钟还跑不了 大家快看 在那儿 怎么样 呱唧 你觉得是咔嚓船长号吗 那一定是你爷爷的雕像 看起来和你很像呢 咱们进去看看 等等 呱唧 虽然它以前是海盗船 可现在它已经成为许多动植物的家了 艾迪小纵队 请多加小心 一定不要打扰到他们 好的 队长 你听到了吗 呱唧 呱唧 望远镜在哪儿呢 尖尖的海胆 小海草也挡不住我寻找望远镜的路 我的老天爷呀 我去看 爷爷的宝箱 我就知道望远镜在里面 望远镜 望远镜 花姐 怎么了 我找到望远镜了 不过我还没拿到手就被黏住了 谁在哪儿 我虽然看不见 但是能闻见能听见 你这个坏蛋 这儿好像是黏黏的地盘 滚出我的地盘 不然我就再黏你 没办法了 呱唧 咱们走吧 一 可望远镜怎么办 算了吧 二 不行 这是我爷爷的 现在应该归我 可是呱唧 三 好了 伙计们 时间到 再给我两秒钟 我保证就能 因为乐意救助任何商品生物的医生 义不容辞 出什么事了 打扰一下 等等 别害怕 我是来帮你的 队长 我们联系不上皮医生了 他可能需要我们的帮助 呱唧 启动章鱼警报 海底小松队去发射台 海底小松队 我们跟在午夜区的皮翼上失去了联系 队长 我准备好去找他了 好 好 虎沙亭准备就绪 好 别这样 我能让你好受点 我是个医生 我会帮助任何受伤或生病的生物 真的吗 是的 哦 天哪 你的眼睛在黑暗中会发光 这些不是我的眼睛 只是我脑袋顶上的灯而已 我想关掉就可以关掉的 哦 那这才是你的眼睛 哦 周围这么黑 眼睛大的话就能看清楚些 是哪疼的 是我的一个尖刺 尖刺 我没看见什么尖刺 就跟吸血乌贼一样 感觉是末端附近藤 看到了吗 看到了 好像尖刺戳到你了 那么你能帮上我吗 是的 我正好有工具 可以让尖刺焕然一新 你说的是什么工具 这是一把小镊子 我用它们把你的尖刺弄直 哦 不要 那会更疼的 我保证 我的动作会很轻的 你保证 我保证 提升 提升 你还好吧 我挺好的 再好不过了 你怎么样 我觉得身上全是粘液 被吸血乌贼喷的 什么 吸血乌贼 等等 我发现痕迹了 往后退 我去追他 等等 他受伤了 他需要我们的帮助 刮吉 刮吉 你还好吗 好 如果我是个海怪 我会藏在哪儿呢 他有八个头 那他肯定很聪明 那里看起来像个藏身的好地方 我去看看那边的岩石 该等你了 那么大一个八头海怪 就消失在了坚硬的岩石里 海底小中队 在这 队长 怎么了 看 这就是你地图上的金瓶子 拍出来的照片一定很美 好的伙伴们 不过别靠得太近了 队长 海怪可能就藏在金瓶子后面 不 那我就小心的把它取出来 往这边一点 往下一边 拿到了 你看看 海怪兽 那里没有怪兽 后退 我来看看到底有没有怪兽 海怪肯定没法藏进去 那海怪到底在哪儿呢 这地图太没用了 没用 皮医生 我们可能遇到最糟的情况了 最糟的 就是这里没有海怪 这本来应该是一个怪兽地图呀 快给我回来 应该可以了 舰艇连接器恢复工作了 皮医生 我马上就把马蹄卸艇重新装好 皮医生 抓到了 兔兔兔 请回答 能听到吗 再来一次 呱唧 一 二 三 没用的 这艘船要是动不了的话 那我也就动不了了 我们不会放弃的 蓝尼 舰艇自己移动了 一定是兔兔修好了舰艇连接器 如果跟着他走 我们就能回去了 蓝尼 你没事吧 应该没事 还好我有巨硬无比的龟壳 我的脯被石头给架伤了 我想我现在没法游泳了 我想你们就把我留在这儿吧 我想这张皮医生给你看看了 来吧 我们抬你走 喂 兔兔兔 兔兔兔 你在哪儿 我的小乖乖是章鱼滑板 兔兔兔修好舰艇连接器了 等等我们 兴医生 你找到我的漫游相机了 谢谢你 不用谢 还有马蹄血体的其他部件 都回来了 快看 是巴克队长和刮 sells 还带回来一只红海龟 他受伤了 这个脚普加板应该能治好他 感觉好多了 谢谢 起码再往好的地方发展 你上市好转 漫游相机找过来了 而且马蹄蟹亭也修好了 现在我们必须得尽快找到徽章语宝的路 队长 我虽然把舰艇连接器修好了 但是低图系统目前还是不能用 那我们要怎么离开这里呢 可能回不去了 可能我们余生就要迷失在这神秘沉船海域了 迷失 我从不迷路 我们红海龟的方向感最好了 我们一直在这里进进出出的 难道你在海藻里也从来不会迷路吗 完全不会 现在你把我的普制好了 我可以游泳了 那么带路吧 蓝尼 放心 跟我走吧 太棒了 你竟然直接把我们领回了章语宝 谢谢你 蓝尼 对啊 蓝尼 你真是 它不见了 不 那只鲸鱼肯定就在这附近 这边 停 那个粉色的珊瑚礁有奇怪的热气冒出来 无论我们要找什么 它肯定在这附近 那咱们最好仔细看看 海底小松队 侦察开始 这个珊瑚礁看起来有些奇怪 队长 看这个 它的下面是白色的 让我来看看 这不是珊瑚礁 是幽灵鲸鱼 我就知道有鬼 给我回来 你这个 冷静点 呱吉 我们现在还不清楚对手的实力 它又回来了 怎么了 难道你们就没见过晒伤的鲸鱼吗 这可能是它的另一个鬼把戏 或者这根本就不是一个幽灵 幽灵 你说我是幽灵 我是一头坐头鲸 我只是碰巧是白色的 很好 但你是粉色的 我背上晒伤了 而且你们在上面爬来爬去的 让我很不舒服 天哪 那肯定疼极了 这都怪我 昨天我在近海面的地方待太久了 被晒得很惨 你都晒成那样了 那就应该在海底待着 远离太阳 我也想啊 但是我必须每十五分钟 去海面呼吸一次 太阳马上就升起来了 我们必须做点什么 不然你会晒得更严重 我想到解决办法了 队长 我们可以使用100cc的白晶专用晒伤舒缓膏 皮医生 是的 队长 什么事 我觉得咱们需要更多的晒伤药膏 再来点 再来点 大家有发现吗 没有 还没有 这外面还挺黑的 你说的没错队长 不如我们回章鱼宝去吧 然后 他们好像是吓着我 那是什么 就是它 就是我看到蜘蛛的时候听到的帮帮响的东西 激活麦克风 皮医生 让我们来看看 能不能听出这个声音 是从哪里传过来的 队长 声音是从那里发出来的 离我们很近了 更近了 无论是什么 队长 它就在这里 蜘蛛 蜘蛛啊 嗨 你好 我们是不会伤害你的 我们是海底小纵队 其中一员不喜欢蜘蛛 你是谁 而且你为什么抓住我们的舰艇 对不起 我只想打个招呼 我是一只蜘蛛 我就知道 我就知道是蜘蛛 快点起船 好生啊 蟹 抱歉 你是一只什么 蜘蛛蟹 一只巨型蜘蛛蟹 确切地说 对啊 确实是 是一只巨型蜘蛛蟹 我早该想到了 所以 你不是一只可怕的蜘蛛 我 不 我只是长得像蜘蛛 我其实是只螃蟹 海里最大的螃蟹 有很多很多腿 真有趣 没错 我有八条腿和两只蜘蛛蟹 蜘蛛蟹 蜘蛛蟹 这样我才能到处走动 找东西吃 是 巨型蜘蛛蟹先生 有东西夹在我蜘上了 那是一只巨大的蛤蟹 好沉啊 还很吵 所以那种可怕的声音 棒棒棒棒 就是这个 看着真疼啊 我们现在马上就出来帮你 对吗 刮急 没错 对家 这只蛤蜊夹了个真简 我见过这种情况 蛤蜊如果被踩着了 就会合起来保护自己 在这种情况下 几乎没法把它掰开 看起来需要点时间 为什么老师在我很着急的时候 出这种事 你有急事吗 我正在赶去一个生日聚会的路上 谁要过生日了 我呀 我的孩子们和孙子们 要给我开一个大大的派对 今天我刚好一百岁 你有一百岁了 我的老天爷呀 没错 我们蜘蛛蟹的寿命很长 会有很多的子孙后代 不知道我今天还能不能见到他们 我还是看不清他们到底是什么 他们好像没在移动 那我们再开近些 再近些 我的老天哪 大西西 马上掉头离开 我再掉头 队长 不过我们好像被什么给抓住了 启动手动模式 快 必须甩掉它 天哪 我的老天爷呀 我的小乖乖 我的小乖乖 情况不妙 我们被卡住了 打西西 开灯 看看到底是什么 遵命 这东西眼睛好大 我眼睛周围的这些小灯光骗到你们了吧 你们没想到这些灯光背后是庞大无敌的我吧 我们无意冒犯你 请立刻把我们放开 开玩笑 那抓到的就非我 你们这些怪模怪样的小乌贼 大西西 启动张力警报 海底小村队去基地总部 西灵通 你知道是什么抓住我们了吗 知道 是巨强乌贼 他好像我的表情大王乌贼 只不过更大 这些是海洋中最大的乌贼 希望他不要一直一直一直摇我们 那就不摇了 还挺好说话 开始起 海洋捏碎章鱼宝了 一牙还牙 一爪还爪 我已经准备好了 队长 穿着这个带触手的制服 张教授就可以像移动自己的手臂一样 移动章鱼宝的手臂了 开舰艇我可能不在行 不过用触手摔跤我可是专家 太好了 启动触手符 往这边转 然后往下 好就这样 哈 教授 你这动作真像个老练的海盗 我们得在他勾住我们之前 挣脱掉他 勾住我们 什么勾啊 巨强乌贼出手的末端有钩子 是啊 要摆脱他的钩子可有点难 快了 马上 再扭转几下 我们就能 墨汁 这是巫贼的一种惯用伎俩 天哪 我看不见他的出手了 这就对了 尝尝我的墨汁吧 去深海溜一圈 去深海溜一圈 队长 恐怕他已经勾住我们了 知道了 刮机 去发射台 好 测试第一下 吸盘轮胎 大家抓紧了 就没有安全点的方法来测试吸盘轮胎吗 没有 吸盘轮胎 正常 现在我们要进入午夜去了 自动前灯 正常 下面测试备用灯 你能按下那个开关吗 队长 再打开 我的老天爷 太神奇了 这是深海热泉 队长 刚才好像停得有点急啊 你们一切正常吗 我们没事 达西西 不过看看这个 舰艇摄像头 正常 我的老天爷呀 从深海热泉冒出的黑烟 其实全是热水 它的温度 所以把舰艇给融化了 所以要小心啊 队长 谢谢 西林通 真是太险了 兔兔兔 马蹄险艇情况如何 呃 眼睛运转正常 电脑 在线 超级结实的外壳 完全能承受住这种高温 很好 继续进行测试 不过得离深海热泉远点 好 队长 启动滑翔机 滑翔机正常 啊 啊 哈哈 张鱼滑板也运转正常 兔兔兔 啊 怎么了 伙计 干嘛跟刚刚见了海怪似的 哦 我想一定是我眼花了 走吧 花鸡 我们还是回去吧 快说 兔兔兔 你在外面看到什么了 好吧 我知道 这有点离谱 可是我敢发誓 真看到了一些白色 毛茸茸的东西 在舰艇正围爬洞 白色的 毛茸茸 啊 火箭 那只可能是一种东西 深海雪人 一半是鱼 一半长毛 白色的怪兽 深海雪人 就潜藏在午夜代最优深的地 总是不见其影先闻其味 深海雪人的口臭 闻起来就像臭鸡蛋一样 连最深勇的海盗也招架不住 你这么一说 这里闻起来还真有一点怪怪的 嗯 基础在岸 更换空气清新剂 好吧 不管是不是深海雪人 我们还是先完成测试吧 测试清单上还剩最后一个项目 那就是热可可击 怎么样 正常 告诉你吧 那是因为我和我的同伴只有在跳出海洋的时候 才能够飞得起来 原来是你们呀 在海盗之月的亮光下 看起来就像 我管它看起来像什么 我才不管呢 我只在乎的是 这个地方是我们的食堂 而我们都不欢迎你 我不抢你们的食物 我活剑 我想要的只不过是海盗王之剑 如果你想让我白来一趟 你就太不了解我们海盗了 我的朋友 你也不了解我们剑鱼 想跟我们斗 你肯定好好考虑考虑 我们是以剑为生的 我们用它来加速游泳 击碎我们的食物 同时也保护我们自己 三对一 三对一 不错 正合我一 看见 不要 看来你们没想到 我能比你们还快吧 哈哈 等着瞧 来抓我呀 我被卡住了 毛正在脱落 要是它掉下来 那我就 别担心火箭 我来救你 我的爪子动得快没知觉了 没有力气握住东西 把手放在我们头旁边 所以之前我感觉到的暖流 就是这样形成的 你们太神奇了 我们只是普通的剑鱼 但是我们的眼睛可以加热 这使得我们能在漆黑的水里 看得更清楚 起作用了 我的爪子暖和多了 现在就把你拉出来吧 斯南 真的你怎么在旁边 抓紧 火箭 追找 快抓紧这根拖绳 呦 火箭 热 火箭 驾 火箭 好了 队长 那些怪物追野蛾去了 他们肯定找不到我们 听着 呱唧 这次你来找医药箱 我去引开他们 好的 队长 在这儿呢 来呀 不来了 队长和呱唧 怎么去了那么久 别贪心血淋通 他们马上就回来了 希望如此 我的小乖乖 弹药破壳了 我的老天爷呀 皮医生的医药箱 小心 花季 花季 这边走 血淋通 快看 哦 太神奇了 是会 毛茸茸的尾巴 武装的爪子 这是一只鸭脸盒怪 它 真是太可爱了 哦 我的老天爷呀 这可不是什么怪兽 这是只鸭嘴兽宝宝 鸭嘴兽宝宝 鸭嘴兽是河中的卵生动物 而且它们只生活在澳大利亚 那么外面的动物一定也是鸭嘴兽了 完全正确 而且鸭嘴兽爸爸的后腿上长有刺 怪不得它要遮我呢 它们想要回自己的宝宝 我最好把它还回去 免得大家受伤 小心你的腿心灵通 我马上回来 这么黑它们是怎么找到我们的 被困住了 看你们还往哪儿跑 现在交出来吧 请问 交出什么呢 不想配合 是吧 那好吧 那就等着被折吧 住手 快看 我们的宝宝 嘴巴像你 尾巴像你 是一只鸭脸小河怪 不是什么鸭脸河怪 是鸭嘴兽 它就是从我们找到的蛋中孵化出来的 我们的蛋一定是被洪水冲下河了 我们急得到处找宝宝 鸭嘴兽 真抱歉 我们不知道蛋是你们的 而且正准备去找蛋的主人 可是后来我们的朋友谢灵通 不好意思 遮了它 我只是在保护我的家人 于是就 呃 遮了它 我现在进入医务室了 没有任何线索 谁在那儿 嘿 放我出去 你这橘黄色的 不能伤我 我现在在游戏场 伙计们 原来是个排球 快停下 一二三四五六七 八个球 谁能同时扔八个球呢 火到发射台了 看来有人来过这里 还翻动了东西 哎 哎呃 莫知 哎 原统又回去了 怎么回事啊 这好像有点吓人呐 没有书的图书馆 这里落下一本书 那是什么东西 队长 我看到一个东西 用八个牌球偷袭我 来无养去无踪的 队长 你爬在地上干嘛呢 好吧 刚才有个东西缠住了我 我们得查个水落石出才行 呼叫谢灵通 我们想见别一个神秘生物的身份 没问题队长 它有什么特征吗 它有触手 它能同时扔八个东西 还会喷墨汁 它是橘黄色的 听上去像是北太平洋巨型章鱼 我也这么认为 我的北太平洋表兄弟们 是章鱼里块头最大的 他们经常居住在老旧的 被遗弃的船只里 你们知道吗 章鱼宝就是以北太平洋巨型章鱼 为原型设计的 现在竟然真的有一只住在里面 可是它为什么要偷走我们的转换器呢 它可能只是后期 北太平洋巨型章鱼非常聪明 他们还经常研究新事物呢 或许我们可以给它一点让它感兴趣的新事物 这应该能引起它的注意 然后当它凑过去的时候 我们就能拿回转换器了 大家快躲起来 熄灯 可是瓜姬 怪石魔鱼根本不存在啊 那你怎么解释 化石自己跑到这里来了呢 嗯 问得好 这是个未解之谜 我觉得你们几个根本不相信我的海盗传说 化 怎么了 皮城 化 化石 活过来了 化 化石活过来了 化石真的活过来了 真抱歉各位 是我不好 我不是故意要吓唬大家的 我才不害怕呢 不过是你身身腿而已 你 你是怪石魔鱼吗 不是 抱歉 我是一条枪戟鱼 可是 这怎么可能呢 枪戟鱼是生活在恐龙时代的呀 我们确实还存在 不过一般习惯躲起来 自己过日子 太神奇了 也要活的枪戟鱼 我不会是在做梦吧 可是 你为什么要拿走那块化石呢 哦 对 抱歉 只是我有点害羞 而且不习惯有客人来访 我觉得躲在化石里 你们可能就没兴趣 然后离开了 好吧 除非能穿过那些岩石 不然永远都没办法离开了 看来我们需要一些支援 巴克队长呼叫达西西 收到请回答 啊 洞穴太深 收不到任何无线电信号 别担心 伙计们 咱们自己想办法出去 要是更多石头落下来就麻烦了 我还从来没见过这么厉害的鱼呢 八只旗可不是白长的 还有这条尾巴 可 你不觉得疼吗 一点都不疼 我的鳞片超级坚硬 像铠甲一样 嗯 那我们挖掘出路的时候 你能不能帮忙清理石块呢 哦 我觉得完全没问题 大家加把劲 马上就要通了 他可真厉害 就像杂技演员一样 所以咱们才一直抓不到他 我们出来了 可是 化石哪儿去了 你是说像我的那块石头吗 在这儿呢 接着 你也不能帮我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